八十个亿拿着 八十个亿啊 对呀 一个亿民币 滚 好了 谢谢谢谢大哥 谢谢谢谢 一日视频这个料子很好 那个料子 切长了 我的列子全部切长了 列子 列子 我的列子 这地方 我的列子 没有 意思意思啊 要不有个大列子 我说话的 这个列子啊 好 马来 这个 老铁们啊 这个多大 这个 那么大列子 买不起买不起 买不起 怎么买不起 你就大了吧 没有大哥 十吨的料子 我怎么切呀 便宜啊 大哥 一百个亿啊 不是那么多 一百个亿啊 大哥 一百个亿算了 我那个不是 赶紧我先来 哈哈哈哈 还有一边的那个 我说我的列子 一个人的 那么多人 我们一起买的 你看 这么大的料子哈 有 十吨 多种 那么十吨多种这个料子 从冥帝那边运过来的运费 你想想你多少钱 亚洲一号 你们听说过没有 也没有这么大 这要是斐翠的话 一刀下来 这一片啊 有多少手镯 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他们开了一窗啊 看没有 开了一窗 大家打灯看一下啊 这个水头啊 是不是特别长这个水头 啊 看这边 嗯 不错 阿朗啊 这个 你有点东西吗 这个 一百个亿也不是那么多的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看没有 老姐们啊 这种料子 他没有什么力 特别的完整啊 要是翡翠的话 冰条花 是不是这个价格的话 一百个亿 一百个亿还 还真不 不说的特别贵了 你们放在这里多少年了 小的 那么久了呀 20年多 宝镜苍苍的感觉看到没有 真不错 打灯这里看看 这里还有表现啊 这是白天啊 晚上直接爆灯了这边 来 再看一下下面的表现啊 这个生皮生的比较少 上面的皮比较多 这个是断口了 这个表现也可以啊 虽然说水头长嘛 它的一个光感 不是那么的 刺眼啊 首先这个料子是有飘花呢 但是呢 这个大命运的地方 光感有点闷 大家猜一下 这个能达到什么种 这么一刀切下去的话 如果是翡翠的话 大概是什么价格 咱们评论区 猜一下 好不好 这个多少钱呢 给我最继价多少 没事吧 少一点 这个没事 你说 小一点 还有这个 八十个亿拿着 八十个亿啊 对啊 嗯 这个料比较大 我这边切 帮我切 但是但是我的这个料呢 我感觉 我给你一个价 一个亿民币 关 大夫呢 你还有 把这个吧 你这个吧 这个五币 不行啊 我两个表现的 我个人觉得这块石头 稍微有点问题 当时 货主在这儿 没有必要跟他说的太明白 因为毕竟他的货嘛 因为也是拍短视频 我不能把所有的 一些不好的话 说出来 大家觉得这个料有什么问题 打在喷嚏区 让我看一下 你们专业不专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